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课题 这个敏感的课题其实源自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其实把局势过于简化了 因为站在台湾正线体系来说,台湾就是中国 以目前的宪政体系来说,台湾依然是号称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我们直接把所谓的台独归纳成为苏格兰独立运动 还是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话是不对的 但这并不是说台独分子就完全没有类似的想法 想要理清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 我们就必须把目光放回到一百多年前 从大清末年的历史开始说起 唯有正确的历史观念和知识才能够带领我们看到真相 大家好,这里是华人百科 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赶快点击订阅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新上传的节目 1984年,当时候的大清朝和日本帝国爆发战争 中国方面称之为甲午战争 国际上统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这一次战争的主要战场集中在朝鲜半岛、辽东、山东半岛、黄海等地区 最终结果是大清战败,并且割地赔款 朝鲜王朝灭亡、清朝割让台湾、澎湖等地 而当时对中国影响更大的是 当时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被歼灭 洋务运动最终宣告失败 中国人民对于大清朝的信心更是最减 最终导致大清在1912年忽灭 1911年,革命党在武昌正式起义 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炮 不久,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清帝国,名存实亡 当然,当时候的清朝政府依然有着全国最强大的北洋新军 而北洋新军在武力上对全国宣布独立的势力 都有引压性的优势 因此,孙中山为了确保革命不会被镇压 他与北洋新军的统帅 袁世凯达成了协议 让袁世凯就任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之后,掌握实权的袁世凯不满足于总统意志 并决定要成帝 1915年成立中华帝国 但随之引发了护国战争 次年袁世凯并职 全国陷入军阀混战 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返回中国 建立国民党并重新组织民国政府 这时候的孙中山认识到如果要统一中国 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 因此积极寻求西方列强的资源 但都遭到了拒绝 后来,新生的苏联对当时候的国民党 伸出了橄榄枝 提议只要国民党和当时候 名不见经算的中国共产党合作 苏联就将为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 1923年,国共正式合作并且开始北伐 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在民意上 统一了全中国 但与此同时 国共合作在孙中山死后逐渐被瓦解了 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清除共产党员 数千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 这也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南昌起义 第一次国共内战正式打响 国民党由蒋介石统领 共产党以毛泽东为统帅 1931年,日本发动了918事变 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 并且扶持清末代王帝佛义成为傀儡王帝 此时,国共内战正激战中 许多国民党爱国人士劝说蒋介石和共产党停止合作 专注对抗日本清华 但蒋介石以让外避陷案内的理由拒绝 因此放任日本侵略东北地区 直到1936年,日本全面清华的野心 大家看到了 甚至在五月增兵华北地区 以张学良为主的国民党内部将领 认为必须要先暂停内战 专心对外 因此发动西安事变 微博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 国共内战暂时停火 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投降 投降部分的协议就是归还日本在对外扩张中所夺取的一切领土 这不仅仅是包括二战时所占领的土地 还包括甲午战争中所经夺的领土 包括了台湾 1946年,因为日本侵略而合作的国共两党正式决裂 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当时候共产党获得了苏联的鼎立支持 而国民党虽然在战争初期获得了美国的援助 但后来美国逐渐撤出对国民党的援助 使到共产党越战越勇 并在1949年迫使国民党撤军退离到台湾 毛泽东在10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退守到台湾的国民政府 在刚开始依然受到国际上 大部分国家承认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假设没有实际控制权 民分给你也没有用 自1950年代开始 世界各国纷纷都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 转而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1年联合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议案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 美国虽然反对这个议案 但本身也在1979年和中华民国断交 并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今天 而同样在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与民国政府取得联系 在邮寄、交通和贸易上进行交流 但民国政府提出了三部政策 既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这也直接导致了1986年 中华民国的中华航空公司机长发动截击 迫使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进行接触 之后台湾岛内就不断有要求政府改善与大陆之间的关系 1992年两地政府首脑正式接触 并且提出了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 而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而双方面的争论点在于 究竟谁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而这个公司也是确定了统一中国的立场 1996年台湾历史性的举办了总统大选 来自国民党的李登辉 成功当选为台湾民选总统 而四年后民进党成功取代了国民党 成为了民国政府的执政政党 在随后的二十年里 虽然期间国民党曾经重新执政 但民进党所代表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 并且慢慢成为了台湾主流社会认可的政党 简单来说民进党所代表的思想 就是不认可一中政策 不承认九二共识 不支持中国统一 民进党所推动的是以台湾人为身份象征的社会 而不再是以中国人自居 而这一思想也逐渐成为了台湾的主流 民进党所表述的是 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也是民进党在这几次选举中 越战越勇的根本原因 而且中华民国这块老招牌所代表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崛起后已经越来越没有影响力 以实际的点作为考量的话 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也很少有国家正式建立关系 但它有自己的政府 总统有实际的控制领土 有军队 有可以前往全世界的护照 可以 中华台北知名参与国际局赛事 而从台湾本土具有一定的名义 也有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政治机构和机制 台湾为什么不撤换国民把中华民国老招牌拿下 改国号自称为台湾共和国呢 这其中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 中华民国的老招牌虽然在国际上 越来越没有影响力 但是在台湾社会依然有不小的影响 加上台湾社会普遍的教育 依然没有办法和中华文化完全脱钩 因此改国号对于台湾内部的影响是很大的 再者 国际影响上改国号对于中国是十分敏感的 对于中国来说 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假设台湾当局真的在摆脱中国话的路上越走越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有可能会以武力征服台湾 因此 哪怕是台湾越来越多人追求以台湾人的身份 独立建国 摆脱中国元素 摆脱中华民国 这个早已名存实亡的政权 台湾依然很难改原建国 成为独立的台湾国 但实际上经过这么多年分裂 台湾和大陆两地人的思想和社会文化 都有着十分大的差异了 因此无论是民国政府 吊失逆袭统一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众望所归一同三合 政府都必须思考不同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冲击 这就因为如此 两地更应该维持当前的政治局势 并在稳步中寻求有利于两方人民最好的解决方案 以名为本才是最重要的 台湾的问题的确是十分复杂的 所以最后你问我台湾是属于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于你问的是中国大陆的朋友 还是台湾的朋友 那你自己觉得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呢 留言告诉我们 这里是华人百科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的频道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 记得现在就点下订阅哦 一起探索更多被埋没的华人故事